现在退休的还有吹牛的呢 他杠60才让他退 那是有的规定吗 都是55 女的是55 就是他这个女的 他杠60的侍委还不让他退 我说胡说八道 我说侍委管得了你 他具体管不了你什么人物 那我们退休那45就都给哄回家了 那会效益不好的 有没有害了吧 没有 我们厂一干是这样的 都给哄回家了 他那单位效益不好 不是单位效益挺好的那时候 那干嘛哄您 他那什么改成私有了 那这不是都改成私有了吗 改制了 改制了以后 他为了减轻负担 他都给你哄回家的 我们要不是那时候回家那么早的 我们现在工资也不会那么低 对呀 您那少干了五年 我少干五年 那几个月 就说超过比如说30年公灵 多余几个月还给点补偿呢 我就看我那整27年 连45都不到 所以现在工资就低呢 那您现在能拿多少 拿4天啊 那看您不想退休的 我都 您看您 问问师傅 我也70了 69周岁啊 这不是70了 真的70了 今年52年生人 是不是今年70了 这代不容易啊 我赶上正好是下秧的 就是兵团那部 我有病了没去啊 那学校那时候没让去啊 后来在家待两年看病 完了以后就分工厂了 我们这拨人是挺惨的 真的 要比起来说实在 他们那个下乡是辛苦了几年 可是他们工资比我们高 比我们高不少的 上山下乡是哪年来的 666 7 6869 我们是小69 最后一拨的 大拨轰的全是东北 东北内蒙 赶上我不是他没让我去啊 得病了 那时候我们不是整天下乡劳动 根本就不上了 那那时候您得什么病啊 结核 这会结核挺厉害的 是啊 他不让去啊 不让去得就没去嘛 那他还兴议 还兴议 可是在厂子待这些年 不是也都封回家吗 他下乡来讲算工龄 是啊 他们工龄就多呀 多几年 多几年的他们人家都三十好几年 有的单位都那个也是早封回家了 单位给交那些 好像到三十年是多点 是啊 三十年完了 那个这几年涨那个工资多给涨五 这几年的每年多给涨五块 一年涨五块的 那那不就多了吗 我们本身就少 得再不给涨了可不更少 您是做什么的呀 年轻时候可没少吃苦 都是工厂 工厂啊 我开始在调补秀来的 调补什么 调补秀花厂 哦哦哦我知道那个 也特别累 清工业 说清工业也特别累 后来 工资低 那个后来又给那我 我不是孩子那个接送没人送 我们家那友都不在 他调一个单位机床电器 组装 组装你说累不累 机床电器组装是最累的 组装最累了 哎呦 没技术 组装的大床吗 不是大床就是机床 机床上的那个电器 跟马居目似的 说那也特累 整天跟那个什么锤子改锥啊 什么这些打交道都特累 那大麻花改锥都这么长 哐哐就除 哎呦 累着呢 但我们都干不了 洗了后都在混 混着都老了